大家好 欢迎收听每日收盘解析 今天是2023年9月7号 首先 本视频主要目的在于股票交易 知识和技巧的教学 不构成任何的推荐和买卖提示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市场 KLCI今天收盘收在1460.07点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0.55个点 下跌了0.04个巴仙 可以看到今天的盘面是属于 震荡状态 就是上下来回 围绕着昨天的收盘价上下震荡 那么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平衡式 那我可以看到 今天的成交量是81.319个million 调整缩量 我们之前说到上涨放量调整缩量 这个是属于非常健康的 这种量价关系 那么同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市场在调整 那么我们也看到 这个调整有386家股票是上涨的 而达到了535家股票是下跌的 那跟昨天正好是倒反过来的 对吧 昨天是上涨的股票数量多 下跌的股票数量少 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的下跌状态 而且从个股的赚钱效应来说的话 跌的股票比较多 属于正常的调整状态的一个情况 板块我们也看到比指数表现的更加的抗跌的 包括今天异军突起的医疗保健板块 对吧 然后其次就是种植板块以及产业信托 但是我们会发现前面我们一直强势的地产也好 公共事业也好 还是我们的建筑板块 那么在今天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涨了比较多之后 形成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跌的情况 那么这个下跌到底是行情的结束 还是一个新的一个调整状态 那我们可以通过图表当中的一个表现去看 那目前Scalcia的图表当中 我们会发现它喃喃喃处于这个横摆的阶段里面 对吧 没有向上的突破 没有形成有效的突破 好 那么我们如果用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箱体王 对吧 那你一打的话 它虽然已经出了这个箱体 但是呢 它并没有突破箱顶 对吧 也没有跌破箱顶 箱底 所以它还仍然处在这个箱体的内部运行 好 这是从箱体的运动来看 我们知道 其实股价仍然处于震荡式 好 那么在震荡式过程中 我们来去看它的一个 这个高低点的一个变化 那通过高低点的变化来去确定 它接下来呢 上的可能性大 还是下的可能性大 好 首先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用简单的圆圈表示 那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一个低点 对吧 我们所说的叫下分形 什么叫下分形 就五个蜡烛里面 中间这个蜡烛的最低点 是五个蜡烛里的最低 所以这是一个下分形 好 然后呢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上分形 对吧 好 我们再看哦 看这只蜡烛 这只蜡烛的最低价是1441.63 这只蜡烛呢 是1442 这只蜡烛呢 是1442 所以这只蜡烛呢 它也是一个低点 也是一个低点 看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是一个勾点 对吧 哎 这是个勾点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勾点降低 低点抬高 哎 我们简单的看啊 这个勾点到这个勾点是降低的 而这个低点到这个低点是抬高的 是不是 哎 是抬高的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这个勾点跟这个勾点呢 又是抬高的 对吧 哎 你看这个勾点到这个勾点是抬高的 而这是一个新的低点 对吧 哎 这个位置是一个新的低点哈 那这个低点跟前一个低点比 我们看一下 这个低点呢 是144163 这个低点呢 是1442.26 1441 1442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低点是抬高的 对不对 哎 所以这个位置呢 这个短期的这个结构呢 又走了一个低点抬高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接着再看这个位置呢 哎 高点是什么呀 哎 是降低的 这呢 低点是降低的 看这个低点啊 这个低点是1439.13 这个低点呢 是1438 所以这个是最低点 然后这个是个最低点 对吧 哎 所以你看他又走出了一个什么呀 哎 又走出了一个高点降低 然后低点也降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哎 你看 所以他股价呢 他没有持续低点抬高 高点抬高 也没有持续高点降低 低点降低 但是一会儿高点抬高 低点抬高 一会儿高点降低 低点降低 一会儿高点抬高 低点抬降低 对吧 哎 就是无规则的状态啊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叫什么 叫横摆 好 我们接着再看 那再看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小高点 对吧 哎 这是一个高点 对吧 那么这个高点呢 跟前一个高点比又是抬高的 对吧 又是抬高的 这里呢 又是一个低点 对吧 这又是一个低点 好 这个低点呢 跟前这个低点呢 又是抬高的 哎 所以你看啊 他现在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什么呀 这样的一个 哎 告诉你 哎 你看这个一会儿是抬高的 高点抬高 低点抬高 然后接下来高点又降低 低点又降低 然后呢 现在又低点抬高 高点抬高 对吧 好 那整体来说仍然处在这个横摆的状态里面 这个非常的轻松 对不对 非常清楚啊 一看就明白 对吧 好 那然后呢 我们用曲线曲线的一个趋势线来看的话 我们用最简单的啊 比如说多空王 对吧 对吧 那你会发现现在目前呢 我们的 对吧 KLCI 仍然属于多空王的多方带 表现当中 对吧 多方带哈 好 所以呢 哎 现在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交易 仍然是以做多交易 对吧 哎 做多的思维交易啊 所以你思维方式一定要先理解 那我们现在的交易呢 是以做多为主 还是又做空为主呢 来告诉你 只要是多空王 处于红色带的状态下 无论他是单边上升的状态 还是呢 横摆的状态 那告诉我们 我们以做多啊 为这个什么呀 为我们现阶段的一个交易思路 啊 那这就是KLCI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啊 好好好 但是呢 它毕竟不是单边上涨是横摆 所以呢 可能股价呢 会有来回震荡的一个对吧 哎 来回震荡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交易股票的话呢 如果你选择突破买进的话 通常来说突破买完可能就要先调整 所以呢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什么 回调买路 对吧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叫熊市买回调 对吧 哎 熊市买回调啊 好 所以我们看中的是一个中期上涨阶段里面的一个啊 短期的回调点 我们借助在这些地方 对吧 啊 去进场 所以思路要先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板块 对吧 啊 今天的板块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呀 是医疗保健板块 那医疗保健板块是不是现在的强势板块呢 它今天虽然走得很强 走了 今天涨了1.47个巴仙 对吧 非常的强 但是呢 我们会进到图表当中来看 你会发现医疗保健板块 目前它的多空网显示是什么呀 哎 是空方带 对吧 哎 是空方带 那么股价呢 这几天在了一个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啊 一个反弹 对吧 那么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如果简单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哎 我们把整个这个中期的趋势 用多方带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段是中期上升的 这一段呢 哎 形成了一个中期的调整 然后呢 又上升 对吧 现在呢 下降 然后呢 上升 然后下降 你会发现呢 他走的一个什么呀 走了一个高点降低 低点降低 对吧 那么接下来如果他想要走成上升的话 那他最起码得先要有什么呀 要么先高点抬高 要么呢 哎 先低点抬高 对吧 然后再高点抬高 所以呢 他一定不会说 从现在这个位置 就直直的就走上去了 对吧 哎 就直直的就走上去了啊 他一定会先有会有什么呀 哎 会有我们说到的啊 结构的构成啊 所以呢 今天这样的一个上涨 对吧 我们从动态筹码上来看 哎 我们会发现呢 现在啊 中短期的一个动态筹码的一个筹码集中区 就在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位置 对吧 那这个位置呢 对于股价来说 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压力 对吧 哎 一定的压力哈 好 所以今天冲上去以后呢 哎 他又回落 又长长的下引上引线 对吧 那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什么压力区 对吧 哎 压力区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他还不叫有效的哈 有效的涨上去了 对不对 并没有有效突破上去了哈 OK 好 这个呢 就是啊 我们说的医疗保健板块 他是不是啊 强势板块呢 只能说不是 短暂的强势罢了 反弹罢了 对不对 哎 一个短暂的强势反弹 所以呢 这个就是医疗保健板块的啊 交易 那如果我们去交易医疗保健 保健板块的股票的话 那各位一定要注意 这个反弹的结束 一旦反弹结束的话 那我们就要考虑出局 对吧 那第二个板块呢 是重置板块 那重置板块今天也涨了 但是呢 我们来看的话 现在重置板块 仍然是处于什么呀 哎 下降的一个趋势 然后呢 空房 对吧 空房资金柱哈 涨优势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它也只是一个反弹 对吧 虽然哈 今天看着旁边当中 这两个板块 涨的挺多的 但是实际上 意义不大 对吧 三个板块 对吧 包括这个瑞兹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都是一个空房贷 我们对吧 刚才看到的这个 已经跌到 跌到什么呀 今天跌幅比较大的 前面我们讲到的三大板块 对吧 那我们从后面来看 好 我们进到这个 这个建筑板块 那你发现呢 现在我们建筑板块仍然处于多方 对吧 看到吗 仍然处于多方带哈 当中 然后呢 它每一次的回落 其实都是好的一个路场机会 每一次的回落 都是一个好的路场机会 对吧 那我们就要去判断 什么时候就可以考虑路场的问题了 是不是 那我们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去我们的动态软件里面去抓就可以了 我们把我们常用到的指标放进来 对吧 我们说落实抄底信号 对吧 BBD 然后呢 我们的主力吸筹 是不是 主力吸筹 对吧 包括呢 主力节奏 对吧 你来去看 好 然后呢 我们去60分钟看 因为你要找的是这个 短期回调的位置 好 我们去60分钟看 好 我们把这个什么呀 把这个 BBD 也放进去 BBD 不是BBD 这个落实抄底信号 好 然后呢 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 这个放一个趋势类的指标 这个主力节奏 这个这个趋势阶梯就可以了 我们会发现呢 在60分钟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个 板块呢 在这里出了一个落实抄底信号 看到吗 好 落实抄底信号呢 是被突破了 但是BBD并没有上零轴 所以呢 告诉我们这个上涨呢 它没有得到大资金的有效支撑 对不对 没有得到大资金的有效支撑 所以你会发现 它反弹完了之后 进一步的调整 对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房地产的 好 房地产的板块 房地产的板块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呢 形成了什么呀 形成了 出现了落实抄底信号 然后落实抄底信号被突破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的BBD还没有上到零轴 对吧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突破是无效的 没有得到大资金的支持 对不对 没有得到大资金的支持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它又进入了调整 对吧 但是呢 这两大板块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产业板块 它虽然今天也没有涨 也在调整 但是你会发现 它没有再去创新低了 而我们刚才的建筑板块呢 你会发现它已经创了新低 对吧 那么从这两个板块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哪个板块更强啊 毫无疑问地产的板块表现得更加强势 对吧 哎 地产的板块表现得更加强势 如果呢 我们的地产板块呢 哎 它在这个位置 虽然哈 虽然啊 BBD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对吧 零轴 但是呢 我们的啊 这个落实抄底信号已经突破上去了 那我们说了 落实抄底信号最低价就是一个止损位 那么可以以这个落实抄底信号的最低价 来作为我们的止损位 对吧 那好了 那这个位置如果没有被跌破 那我们可以不用止损 对不对 哎 你可以不用止损 那么你会发现 我们的地产板块 到现在也没有出现啊 止损的这个 对吧 哎 跌破止损位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关注 那明天我们可以继续去关注啊 这个地产板块里面的股票的表现 OK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啊 很简单 因为整个趋势是 仍然是上升的啊 就我们的地产板块啊 整个趋势仍然是上升的 它并没有走坏啊 那我们说了 到底这个走没走坏呢 我们之前又教过大家一个方法 怎么去判断它走坏了 还是没走坏啊 我们利用什么呀 哎 我们可以利用背离王这个指标 对不对 哎 我们说啊 利用背离王这个指标 看看它有没有出现跌破背离王的 对吧 油红转轻的那个位置 如果跌破的话呢 就说明中短期的一个拉伸阶段可能结束了 对吧 哎 你可以考虑先套利出局限 那么直到它后面再次出现启动 我们可以考虑再进场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们来看啊 BE这个指标 我们放进来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来去啊 看看是不是中短期结束了 那如果是结束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淘 先淘出来一下 对吧 哎 这个没有关系 先淘出来一下 啊 中短期 我们先淘 淘完之后呢 等到它后面再次启动 我们可以再买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 这个位置呢 哎 我们先把多空王先去掉 哈 整个颜色 对吧 看不清 来看这里 这个位置是不是由红转轻啊 这两个蜡烛红转轻 对吧 背离王红转轻 哎 然后这个位置是最低价 然后这个最低价呢 跌破没有跌破 哎 没有被跌破 没有被跌破 那我们就不用考虑说 我们要什么呀 哎 我们要淘顶的问题 对吧 哎 不需要卖掉 哈 好 那我们可以继续持有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或者说继续看账 对吧 继续看账 哈 好 然后呢 随后我们会发现呢 这里又变回红的了 对吧 哎 资金流尽了 那我们就 对吧 没有跌破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次 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位置由红色转轻色 这个位置是不是跌破了 对不对 这个最低价 你看 是不是已经被跌破了 那被跌破了 我们可以先出局 对吧 我们可以先出局 出局完了之后呢 等到他再次来机会的时候 对吧 哎 再次来机会的时候 作为一个短线进场的话 因为 毕竟前面是中长中期的拉伸阶段嘛 然后这种阶段的话呢 哎 我们就可以再次进场 但是呢 仓位方面就可以少了 好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 如果我们前面都没卖的话呢 在这里由红转轻 对不对 这个今天是不是又跌破了呀 哎 说明什么 说明 哎 我们如果前面做的中期投资的话 这个位置可以减仓了 对不对 哎 头顶嘛 头顶的意思就是你得先出来 因为你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行情这个就就邦当当的下去了 对不对 哎 那你前面的利润就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随着股价的上涨 我们都知道哈 风险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当你发现出现什么呀 哎 出现这个逃顶信号的时候 那我可以先逃出来先 对吧 好 至于逃完之后呢 剩下呢 如果他再有机会出现买点的话 我们可以还可以再买 但是呢 仓位就要减少了 这里呢 一定要说明一点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 一个股票的上涨呢 它一定是什么呀 由下降 然后变成上涨 在上涨的过程中 越高风险越大 随后它又会变成下降 所以呢 但我们会发现呢 哎 你刚刚启动的那个阶段是底部 那底部之后出现呢 哎 你买了之后 只要没有出现这个背离王头顶的方法 你都可以一路看账 一路交易 甚至一路持股 对吧 那么直到如果出现 哎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出现跌破了 对吧 跌破了 跌破了干嘛 你需要去减仓或者头顶 对吧 好完了之后 如果它再出买点 你可以再买 但是如果前面是买100%的话 那这个位置可能只剩下50% 或者更少 对不对 哎 或者更少 也就随着趋势的上涨的风险越大 我们在后期介绍的对吧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它的幅度是不是作为一个指数来说 其实它已经涨了不少了 对不对 好 那随着一个波段涨两个波段涨三个波段涨 它的风险已经很大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哎 如果出现这个这种逃顶的技术 出现的信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考虑 尤其是你前面底部中期买进的那些筹码 你就需要减仓 对吧 或者说头顶 对不对 先头出来 至于后面 你说后面如果再来机会怎么办 我可以再做 哎 但是呢 你的仓位可以用少一点啊 比如说我们看房产板块 房产板块都涨了多少了呢 哎 你看一下 它从哪里开始 从这个位置 这个区域啊 对吧 开始起 然后一路涨涨涨涨涨涨到这个位置 那你看哦 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 它从这个位置启动之后 一直上升 被离王有没有头顶信号呢 哎 我们看这两个蜡烛的最低价 有没有被丢破 没有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看油红转轻 这两个的最低价 有没有被丢破 也没有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无需要 对吧 卖出我们从这里买进的股票 就可以一直持有到现在 好 那我们再看现在 这个位置 油红转轻 到现在有没有被跌破 哎 告诉你还没有被跌破 那也就是说 房地产这个板块 到目前为止 我们依旧是看账 那这个方法 啊 我们除了看指数 板块啊 看个股也是可以的哈 而且我们从动态筹码的显示来看 其实你看 这个区域的筹码还在 还没有完全 清掉 对吧 这个地方买进的筹码也还在 也没有清掉 但是呢 有一部分的筹码已经套利了 看到吗 哎 有一部分的筹码 你看这筹码是这样走的 对不对 哎 斜斜的 下面的筹码还是最多的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房厂是还没有结束的 对不对 哎 房地产板块到目前来看 是还没有结束的啊 啊 没有看到结束 你就不要认为它结束了啊 你也不要去预测 它是不是结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预测在这里结束了 那你后面这一段浪费 你预测在这里结束了 后面这一段 你也浪费 对不对 哎 所以呢 我们要把行情给做足了 对吧 那一旦它真正结束的话 它会出现跌破 对吧 那跌破 那我们再去出局 对不对 再去逃顶哈 好 这是房地产 对吧 那除了房地产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公共事业 也是走了非常久了 比房地产走的还久 对吧 好 那我们看同样的 它上涨 在上涨的过程中 也出现过 落实潮 这个这个BBD 由红转轻 对吧 然后呢 红转轻 没有被跌破 然后这个位置 又红转轻 红转轻 最低价 没有被跌破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又出了一个红转轻 红转轻 最低价 没有被跌破 好 走到这里 又有个红转轻 红转轻 最低价 也没被跌破 好 走到现在 红转轻 红转轻 的最低价 跌破了没有 也还没有跌破 对吧 也还没有跌破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看到的一个 对吧 这个上涨呢 是没有结束的 但是从资金的一个流出状况来看 你会发现 其实前面一路是这样 上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 对吧 一直是在抬高的 但是你会发现 现在目前呢 出现了一些隐患 比如说它的一个资金 已经创了新低 对吧 虽然股价 还没有创这个 前期这个低点的新低 但是我们的背离王 是不是已经 这个资金流出的量 明显的比这个什么呀 比这个大 那这说明什么呀 这其实就是一种隐性的顶背离现象 对吧 你从高点 高点来看 它是没有降低的 但是低点 已经明显的下跌的幅度已经大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告诉我们 它无形当中 就告诉我们 这个位置可能下跌的幅度 会比前期这种调整 这种调整 这种调整会更深 对吧 会更深哈 这个问题 然后呢 如果我们去 用这个趋势线 简单趋势线画一下 比如说这个低点 这低点 对吧 我们看以前的趋势线 都是围绕的这个线 往上跑的 对不对 好 然后随后呢 从这里开始呢 明显的加速 对不对 你看明显的加速 是不是 股价呢 告诉你 围绕的这个 这条 这条更加陡峭的趋势线 跑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从这个位置开始呢 我们会发现 它更陡峭了 是不是 对吧 更陡峭了 那这个更多 更加陡峭的 已经被跌破了 对吧 所以呢 它通过修正的话 你会发现 这要拉的比较大的蜡烛 对不对 就是加速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一个加速的状态 已经被跌破了 然后现在在 对吧 这一条趋势线上 受到支撑 对不对 受到支撑 那这个位置 是它这一波趋势的 原始支撑趋势线 如果这个位置 被跌破的话 跌到这里来 这就是原始趋势线 如果它还能保持继续向上 说明整个中长期的趋势 还是上升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它既然原来是加速的 如果它跌破了加速区 就说明它的速度 已经开始减弱了 既然减弱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 比如说 如果这个位置往上反弹一下 然后继续向下 打破这个位置 那就告诉你 这个上升趋势已经打破了 或者说呢 这个上涨 高点不再创新高了 你就要知道 它是风险的到来 上升 对吧 它动能的衰竭了 是不是 所以通过趋势线的研究 你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其实 我们这些 拉伸的比较高 比较快的 这个之前的三大板块 你要注意哪个板块 它现在呢 已经开始有松动 对吧 或者说呢 要逐步的衰退的 走衰退的迹象 那我们前几天 走得好的 那个能源板块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能源板块 好能源板块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呢 能源板块走的是非常的强势 对不对 包括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强势的拉伸 虽然它今天也稍微的调整了一下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什么呀 它的一个贝利王的资金也是非常的强劲 我们的这个动态筹码也扔了 对吧 在下面 你看上面的筹码没有什么筹码 对不对 说明这个区域里面没什么人卖 大部分呢 都是这个区域买进的人还持有着 是不是 所以能源板块 这个板块里面的股票的话呢 如果它继续是上升状态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继续持股 对吧 继续看账 继续看账 OK 好 那这是板块方面啊 大家可以去通过我们刚才教的 不管你是用 用这个什么多空资金 用趋势线 还是看有没有逃顶 对吧 尤其是现在在调整的话 你要看它有没有进入到要逃顶的阶段 对吧 那我们通过分析之后 我们会发现呢 之前说的第一梯队的三大板块 其中建筑板块 对吧 它调的比较深 它已经跌破了我们的 出现了我们的贝利王逃顶技术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看的房地产和公共事业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跌破 对吧 但是我们没有跌破 不代表它就不会结束 我们需要去跟进它后面 接下来的走势 如果它跌破就不行 但是如果它没有跌破 又贝利王转红了 那它可能会继续走强 对吧 可以继续走强 那对于当下的 个股的交易来说 还是同样的 我们只需要学会去选择那些 走势强势 然后呢 借助市场的回调 然后呢 短期回调止跌的股票 去交易就可以了 好吧 那我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再见